如果你有香港的银行账户或者对去香港开户感兴趣 那你一定要了解一下阿里佩HK该怎么玩 因为搭配上港卡阿里佩HK可以帮你在香港进行各种消费 而且你回大陆了呢 还能够直接用阿里佩来刷港币消费 提供了一个港币回国的重要途径 并且阿里佩HK它注册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快速 你在哪里都能够轻松的完成 那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来玩转阿里佩HK 看到最后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彩蛋功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阿里佩HK它的情况 阿里佩HK呢是由蚂蚁集团和李嘉诚的长江合计实业 联合合资成立运营的一个电子钱包 那现在在香港呢 已经有超过15万家线下的零售商铺来支持它的使用了 它的使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 那它主要呢是为香港市民来提供的一个产品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功能 我们大陆居民也是能够使用的了 那我们来看阿里佩HK该怎么注册 首先下载它的APP 没有什么限制啊 在大陆的应用商店里是能够正常搜索下载的 然后打开它 语言呢中文它只能选择繁体中文 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选择新用户注册 注册这里呢注意 它只能使用香港的手机号来注册 那你可能会说呢 我没有香港的手机号啊 我是不是就用不了这个产品了 那实际上现在香港的手机号是很容易解决的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可以用Fiber 就是一个写卡器 你购买之后呢把它装到你的任何的手机里 然后它可以线上直接扫码 扫运营商的这个eSIM卡 然后把这个卡写到你这个读卡器里 你手机就能够用香港的卡了 我自己呢用ClubSIM跟SUNHK 你看都是能够来收到阿里佩HK的短信 来注册阿里佩HK的 那成本最低的方法 无疑就是用这个ClubSIM了 因为ClubSIM我们被誉为是香港的保号审卡 一年只需要花6港币就能够完成保号 它接收短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这些视频 那Fiber的购买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下密码跟支付密码 那就完成了阿里佩HK的注册了 这个速度是不是极其的简单 非常的快速 那可能不到一分钟就能够完成这个流程了 然后呢会告诉你说有什么银行奖励 但是很奇怪 我看里面就没有我能领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个情况 那我们就点击跳过 然后就进入了阿里佩HK的产品页面 这里面的产品功能呢看起来是很丰富的 是吧 但是大部分的功能跟我们大陆的用户是没有关系的 它需要香港身份认证才能够使用 所以我们看看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进行充值 这个功能我们大陆身份是可以用到的 而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因为它能够帮你在香港来进行消费使用 那我们要想充值呢 就点击增值 然后在这里呢 它会提供很多种增值的方式 上面这个门店充值呢 就需要你在香港的线下店 它有一些这个超市呢 能用现金来给它增值 然后是信用卡增值 我待会给大家讲到 然后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连接银行账户增值 它说是免手续费能给阿里佩HK增值 但是它必须得经过香港居民的身份认证 所以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最后一个 就是网上银行转账增值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这里呢 就会看到阿里佩HK 它的收款账号 它的收款机构的名称 以及告诉你 它其实是有限额的 每次增值呢 不能超过3000港币 当然这个限制是针对未认证的用户的 那除此之外呢 你的年度存入跟支出上限 都是25000港币 每日的转账不能超过3000港币 然后FPS啊 跨境汇款啊 和蚂蚁银行的联动啊 等等都是不支持的 那如果你有香港的身份证 当然你就可以进行认证了 然后解除这些限制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来怎么用香港的银行 给阿里佩HK 来充值 来进行汇款 这里呢 其实什么样的香港银行都能够用啊 那我就以ZBank为例 我们进入ZBank 然后呢 点击转出 然后点击银行账户 然后我们把阿里佩的收款账号 复制到银行账号这里 收款银行呢 选择阿里佩 然后收款人的名字呢 说是要输入你的英文的拼音 但实际上我测试了下来 我输入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它也是能够到账的 这个挺有意思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试过 但是如果你有香港的银行呢 你也就不必这样骚操作了 你就输入你的英文名字就可以了 给你降低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嘛 然后呢 我们输入要转账的金额 比如说我转20港币 然后完成这笔转账 我们看看多快能够到账呢 我是晚上9点51汇出的 然后9点51阿里佩HK呢 就收到了这个钱 几乎就是秒到啊 所以用香港的银行给阿里佩HK来入金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现在我们账户里有钱了 该怎么进行消费使用呢 我们需要消费的时候 只需要点击这个收费款 或者点击扫描来扫码 就能够正常的使用了 比如说我们点击收费款之后 你看这里就会显示 你可以用港币余额进行消费 我们出持这个码 它可以在港澳及内地 都用这个码进行消费 但需要注意的是啊 通过港币余额来扫码这种方式 目前是只能在香港来进行消费 在内地是不支持的 扫不了的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 阿里佩HK它转账余额的这种方式呢 它的到账速度是非常快的 可以秒到 那转账留存的限额呢 都是不能超过3000港币 年度的使用限额呢 不能超过25000港币 那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 它最好就是说你到了香港 办好了你的第一个港卡 比如说你先开的中英香港 或者汇丰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汇款 到你的阿里佩HK里 然后拿这个阿里佩HK 进行各种线下的支付来使用了 但它呢是不能在大陆扫码来支付的 那如果我们想在大陆来消费 就涉及到下一个重要的功能了 就是绑香港的银行卡来进行消费 那怎么绑香港的银行卡呢 同样我们点击增值 增值方式这里有一个连结信用卡增值 你看我已经绑了两张信用卡了 有Visa的 有万事达的 然后呢 在这里就填写你香港信用卡的各种资料 逐一填进去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不支持香港的借记卡 比如说你用Z的卡 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绑定的 它只支持香港的信用卡 比如我绑上的一张卡是 汇丰的Red信用卡 那目前这张卡是比较容易下卡的 只要你有汇丰One的账户 你就可以尝试在APP里来申请一下这张卡 我看群里很多观众都已经申请到这张卡了 这张卡的限额给的是5000港币 看起来不多 但实际上咱们本身在香港没有工作 没有居住的地方 而且也没有存那么多的钱 它能够给你下信用卡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而且你看汇丰的这个卡片的颜值真的挺高的 不愧是港卡当中的高富帅 每次汇丰寄给我卡 我都会拿出来欣赏半天 那现在呢 赶紧把自己的logo打上去 沾沾光 那绑好卡之后 我们来看看具体消费的手续费是怎么规定的 那通过阿里配HK线下来刷卡时呢 每个月享有3000港币的免手续费限额 这个就是我们来用这个功能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你在大陆来消费的时候 3000港币以内每个月你是可以随便来刷的 那超过的部分呢 将收取2%的手续费 那具体该怎么使用这个功能呢 同样的方式啊 一种就是点击扫码 直接扫商家码进行支付 另外呢 就是点击收付款 在这里呢 把你的信用卡设为你的优先付款方式 然后出示二维码 进行扫码消费就可以了 这里呢 会提醒你本月还剩多少免费的额度 你看我这个月还剩900多港币的额度 已经消费了有2000多港币了 消费的金额呢 有大有小 都是能够刷成的 阿里配HK我觉得大陆用起来真的还挺方便的 这个信用卡就能够在大陆各种消费了 而且还没有手续费 那阿里配HK它的汇率如何呢 这里呢 我截取了一个案例 我去吃饭花了303人民币 阿里配HK呢 对应的是这个金额 左边是中行结汇的金额 右边是公行结汇的金额 这俩是差不多的 阿里配HK呢 比他们贵大概千分之六的样子 这个汇率呢 确实不算太好 但也是能够接受的 还可以吧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通过榜港卡来消费呢 每个月的限额是3000港币 在香港可以来扫码使用 在大陆也可以扫码使用 那如果我们结合上WeChat PayHK呢 每个月就相当于有5000的额度了 那我们知道 汇丰Red的这个信用卡 给的也是5000的额度 那正好能够把这个信用卡用完啊 他们这个设计设计的还挺有意思 正好够用 那非常适合我们日常的消费 我们吃个饭买个水什么的 这个额度肯定是够用的了 好 那既然你看到了最后 就分享一个彩蛋功能 什么功能呢 你看这里有两张图 两个阿里配HK的截图 他们的余额不一样 它是两个不同的阿里配HK 都是我注册的 也就是一个人 其实可以注册多个阿里配HK 只要你用不同的香港手机号 就可以了 那你想这个功能有啥用呢 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作用 你看啊 就是它都能绑同一张香港的信用卡 而且每一个阿里配HK 它都有单独的免手续费的额度 比如说我绑了两个阿里配HK 同一张信用卡来使用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各自来算额度的 但我不确定同一个信用卡 最多能够绑几个阿里配HK 哪位知道的可以分享一下 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把你港币回国的这个上限 可以乘以二乘以三乘以四了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彩蛋的功能 那些东西 有像 他 是有 有像